一輛著火的七人車火勢猛烈 燒到焦黑 消防到場灌溝 現場冒出大量白煙 火燒到大約5點多被救息 一輛七人車燒到只支架 事發在清晨4點半左右 一輛七人車在農場北架山對開 突然著火焚燒 現場交通一度受阻 出現車弄 七人車上並沒有人 警員正是調查起火原因 香港福民電視記者胡鴻文報導